我是蔡英俊 带你来关心天气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北部跟东部还是偏湿疗 而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了 各地的低温又会再往下探 而这波东北季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就是在明天的深夜到后天清晨了 我先来看到明天各地的温度预测 明天北部的低温只有15 16度而已 另外高温也只有18度 而中南部明天的温度是16到24度 就是说东部地区明天的温度是15到22度 而明天的雨会怎么下呢 透过雨区暴图带您来看了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主要的下雨 还是集中在整个北部跟东部 而明天上半天 这下雨的状况跟今天是蛮类似的 一直到明天的下半天 你可以看到中南部是明显的放晴了 还会有一点点零星的降雨 是集中在整个阴风面地区 不过要特别留意的是 从明天晚上开始 这天气就会逐渐的放晴了 好 最后已经有几个小丁尼要提醒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 也要受到东北气风的影响 因此北部跟东部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了 出门要带伞还要穿保暖 接着是有这个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因此这海边活动 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了 虽然是元旦开始 这个天气就会逐渐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 一直到礼拜四 这气温才会逐渐的回升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场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